准备 发纹呆呢 我以为就你不自恋 感情也在这儿偷偷照镜子 没有啊 音乐 你说我今天 是不是穿得特难看呢 从何说起呢 我觉得你也不是走风险路线呀 你是走朴实路线吧 哪有什么路线呀 反正你就是和平时一样 怎么了 没什么 就看你我自己了 那你是专家 你觉得我适合走什么路线 你啊 甜美粉红路线 不会吧 怎么了 怎么了 有男朋友了 没有啊 怎么这么想啊 女孩不都这样吗 一谈了恋爱 就琢磨着怎么折腾自己 要不然折腾着头发 要不然折腾着衣服 你打扮给谁看呀 没人 真的 那 但是你不打扮 就一直没人看 对吧 那个 对了正好我想跟你说 我想出去一趟 有点事 要是安稳起来 你就说我看场地去了 拜托了 还不承认 要不然 我也打扮打扮 起来 干嘛呀 坐没个坐像 是是 您怎么打扮成这样了 要干嘛呀 今天有客人来 把您那胡同姐妹给招来了 什么呀 就凭你妈我这么热情 在你这儿结交个把新朋友 还是什么难事呢 您不是把隔壁那印度人 给招来了吧 他们说话我都听不懂 是梁先生 什么什么 梁 还先生 就得约咱们碰上那个 住咱们楼上那台湾人 不记得了 有点印象 您怎么跟她勾搭上了 什么叫勾搭呀 有这么说你妈的吗 来了 倒是说话重一点 好 请进 老姐姐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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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自己做的点心 不成敬意 自己做的呀 这是提拉米苏 好好好 您快坐吧 别站那儿说话了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姐姐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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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梁先生想喝点什么茶呀 我 我都可以 随您印 那就喝点高沫 我刚买的 倍儿香 那感情好啊 我好久没喝到高沫了 那好 那我去气啊 妈 在哪儿呢 我气去 甭 这茶气得香不香啊 那也得看谁气 你在这儿 陪梁先生 好 没了 我该怎么称呼您啊 梁叔叔 不不不不 你把我说老了 对不起 我没那么大年纪 您就叫我老梁就行了 那 那合适嘛 不礼貌吧 不会 叫久了大家就习惯了嘛 您现在常住北京 是 我刚搬来这里的时候 住在西方城哥儿边上 又啊 那都算老北京了 我说怎么听您说话 带点京腔呢 是音乐这样 我父母呢 都北京人 从小耳目染 多少讲话 都有点金片子 人不能忘本嘛 对 我就不太喜欢 人说话夹着 那个英文之类的 你应该懂吧 就是就是 来来来 高门来了 来 您请尝尝 谢谢 谢谢 来 这是你的 妈 你知道吗 老梁啊 他也是咱老北京 是吗 怪不得我听您说话 不别扭呢 怎么叫老梁啊 没礼貌 您叫我小梁就行了 对 小梁叫小梁 小梁 我没迟到吧 我没迟到吧 就几分钟 不过你以前不爱迟到 你是优先嘛 这个以后我保证 正经约会肯定不迟到 原来今天不是正经的 好 喂 赶紧过来 有人看房 真的假的 你爱信不信 反正房本上写咱俩名 葛依青 葛依青 是啊 他说有人来看房 让我过去一趟 我还是过去一趟吧 房子不卖也不是个事 总也分不了 那你先走吧 我晚点再回去 这些衣服挺好看的 老二 你是想许我一个未来吗 我 尽量吧 你 我演那一位 前往南京转 替我把三郎把青川 就说素三把名转 来身边全嘛 我就当宝宽 好 好好好 一般一般胡同第三 是是是是 您要是喜欢听啊 哪天我带您上天坛 那儿啊 离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可近了 要不然我还可以给您组织 一日游什么呢 真的 可不是真的吗 那那那赶紧把时间给定下来吧 好 这儿 下礼拜一 下礼拜一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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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小的时候在郡村长大 你知不知道我说的那个郡村 我知道啊 就是外省老兵聚集的地方 对对对对 天南地北 你口音的家庭全部住在一起 就像北京大杂院一样 真是热闹 还有台湾的一些美食 都从郡村发展出来的 安娜 你应该知道 现在我们的郡村文化 在这儿很受关注的 你们都特想家吧 是啊 我父母那一代呢 都有一个回乡梦 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我就陪同我父母 来北京看我奶奶 当时那可是行磕头大力啊 现在都不新这个了 我奶奶不成不怪 就笑了一声说 你们这是玩回来了呀 当时我眼泪都 都差点掉下来了 见着就好 是 聊一双夙月嘛 今天太晚了 不好意思 当着了你们了 我 我先走了 今天时间过得真快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我就先走了啊 谢谢 请 走了 那个 我最近也在写一本 有关于北京的书 与共一丝 都喜欢跟北京人相处 改天回请你们 我菜烧得不错 回请什么呀 今天也没招待您什么呀 下星期一 一定要带我去南城玩玩 一言为定 好 就这么说定了啊 好好好 那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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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到底多大岁数啊 我没好意思问 也是哈 这人吧 书卷气太浓 还真看不出岁数来 你说他五十也行 你说他六十呢 也差不多 不过这个人哪 在我印象里真不错 既有礼貌 又热爱中华文化 好 我是支持的 你支持什么呀 支持你广交朋友啊 那可不是嘛 要不然我都得郁闷症了 得什么 郁闷症 抑郁症 您绑去瞎掰了 这老梁还有我孙大爷 您更喜欢跟谁一块儿玩啊 当然老梁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跟他不熟 所以有意思 你孙大爷太熟了 他没有挑战性 还挑战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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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你等等 等等 说什么呢你 我不是那意思 我跟你说啊 你先觉得你还够了 你说什么呢 他在哪儿说 你不要打算 那天就像我除了 他在哪儿吗 就是说什么 你不懂 你不要打算 你不要打算 你的警察 你你还在那儿 再去 进 还岂不是你是什么 想来就泣泪 有事 我们这房子找到买主了 这么快 我们也没想到 我当初还开了一天假 所以一直没有人理 没想到 现在倒有人找上门了 三百五十万 重来啊 我记得咱们买这房子 有才一百多万 真是什么年月都有冤大头 那 你们卖吗 说实话 我真舍不得卖 咱们别卖了 咱们别卖了 你怎么出耳闻耳啊 不是你说要卖的吗 跟我现在不想卖了 我说不卖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们第一次见到这房子上 当时还是一毛屁房呢 重文说 咱们就扑扑地 墙可以自己刷 头一回 他就刷了一大红色 太闹心了 后来 我们俩有一回吵见 他一生气 外出写生了 回来后 看我把墙给刷成黑的了 他当时都气晕了 你还记得咱们什么时候 收养四虎的吗 前年吧 当初 要不是我们捡刀四虎 他恐怕就要让人给吃了 不错 而且 重文以前是吃狗肉的 因为他都变成素食主力族 你还记不记得 你当时犯啥冒 把尺寸给量错了 结果 马桶离水池都太近 都掀不开马桶盖 导致每回我们都得 背着马桶盖上厕所 那些日子多美好 晨晨 房子怎么别卖了 我不想理他了 你晨晨还在呢 你不管 晨晨 你这晚几个厕所 我都不让你晨晨 不想晨晨的吧 我晨晨 我晨晨 你今儿别走好吗 别走啦 最后一次 然后 然后买房 然后分手 知道你爱找谁找谁 无聊的可以来找我 反正你记着 我可一生大门 永远被爱上门敞开着 今天是个好日子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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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见 冲儿来了 我们要把这房子卖了 那 那我们不是又要搬家呀 他们两个在那边又商量是不是 怎么把师傅包到我们这儿来了 怎么办呢 我还是爱你 不是 你们两个活好了 甭不骂 他是住 谢谢你们 妈 我走了 你还没有吃早饭的吗 我自己找吃的 这个娃娃才是 早 早 天南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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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南 早 您是来这儿上班了吗 我反正也没事 你不是有地儿上班吗 我去哪有这样的呀 我们这儿来上班也是要面试的 知道吗 我又不要工资 要面试的不是给工资吗 你这么喜欢在我们这儿待着呀 挺好的啊 我就喜欢这样 上上网看看杂志 没什么正经事 谁该跟你说没什么呀 干嘛呀 干嘛呀 别急了 别急了 那个 这样就让他先待这儿吧 你们谁要是忙不开什么的 让他拉把手 行吧 别太累 别太复杂就行 别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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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工资是吧 不要 要我怎么着我先搁这两千块钱 你们别烦我了 你挡着买门票呢 冷静些 我出去 就你烦人安都没说什么 我两千块钱 就算是五星级酒店 稍微刺点那种 开房也够了吧 就算是演唱会 我也能做外批了嘛 行行行 我看就这样啊 你就先待在这儿 我看你还咋行 不烦人啊 也不碍事 好 好 大家准备一下 十点钟开选题会啊 老爱马上就到了 没事吧 十点选题会什么那种啊 去边儿 别在我这儿带 这边 这边 你去黄广告那屋吧 他老不在 走 我带你去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内容 内容 好的 我觉得都不错 成心 你呢 这期你除了做富二大俱乐部 还有什么 北京的厕所 有意思 为什么做这个 也没有特别为什么 可能是我去过一些好玩的 有特点的厕所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延伸思考到 设计师缘起的理由是什么 我想 应该会有很多细节在里边 最重要的是 别的杂志没做过 我想这个选题 别的杂志一定没做过 好 老爱 那就辛苦你了 好 开厕所 好 我要跟你谈谈 是啊 这么热天里面 我给你拍厕所 工作 你那儿怎么样了 晓晓 我不在做 你还没省钱啊 要不我不行 帮我把这块地方了 都在哪儿 哈喽 来了 哈喽 你好 你又来谁 哈喽 这村里来新人啊 我们的编位编子 就听说了天外天 这还有编外编呢 这位是我们著名的 两性专轮作家 李白玄老师 李老师 你好 司机下王 好 叫我拜拜好了 这司机都找得这么有份啊 不像某些人 好像更像司机吧 这包动物园逃的吧 这包动物园逃的吧 做得不错呀 多少钱 这衣服也不赖啊 我逛动物园 这怎么没看着啊 我说你也逛动物园啊 有时候也陪朋友们逛吧 你这包多少钱 八千多包 九千了 越南顿吧 人民币 什么路说 你俩的相亲对象 人特好 而且老开各种豪车 带我们拍片去 还不要钱 弟弟 什么事你这么想不开呀 跟姐姐我说说 没事儿闲的呗 我就是对时尚杂志挺感兴趣的 平时也没地儿去 就逛逛街什么的 这不又找着一新地儿 合着 你对我们时尚杂志挺感兴趣的 你干吗来了 你还不找俺聊会儿去 不是 等你呢 快点 一块儿凉啊 这衣服真不错啊 一块儿凉啊 这衣服真不错啊 这衣服真不错啊 还什么相亲推荐 管呢 我心以言之收一种鸡鸡酒 你尝尝吧 好啊 这边 对了 摄影师 你待会儿再拍吧 一会儿过来吧 不用管他 他忙着呢 咱走吧 也行啊 杂志一出来我就给您递过来 今天太感谢您了啊 谢谢 您甭送了 谢谢啊 摄影性了啊 再见 再见 好 上来啊 没了吧 您的厕所 差不多了 还有啊 北京胡同公共厕所还没谈呢 你脏不脏啊 这话说的 这不是北京的城市标志吗 早上起来蹲那儿还问着 吃了吗 多好玩啊 多风土人情啊 多北京欢迎你啊 我是一个摄影师 你是艺术家又怎么着 在北京这么多年没拍过厕所 没有 那你非常需要补上这一颗 你等会儿 我有话跟你说 派春文 除了你是北京人 我是外地人以外 咱俩没什么不一样 都是成年人 你不用担心我 也不用有一点点的内疚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我会调整好我自己的生活 我和葛一星 什么都不想听 如果你要搬回来 随时告诉我就行 我的意思是说我 我真的不想听 这件事情已经花句号了 你总得让人说话吧 我这儿还逗号着呢 如果我相信任何的理由和借口 我在北京根本就生存不下去 咱回去休息吧 明天一大早拍最后一个厕所 妈呀 爷们儿 对不起啊 有病啊 走 抓我干什么呀 走了 拍完了吗 这早 走了 抓我干什么 小伙子干吗呢 要打回家打去 真是小伙子 你至于吗 皮也那么爆啊 你玩够了没有 你以为我是你们呀 谁玩了 我工作 工作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这人心眼也太坏了 我坏 我在认识你之前 我都不知道坏字怎么写 你这算是因爱生恨吗 好可怕 还不赶快去追一下 一个人一道歉就得了 你干什么的 干什么呀 没什么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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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 来 来 来 怎么着 咱们仨是随便逛逛呢 还是随便逛逛呢 不知道 我看看才知道呢 你这属于记性范的吧 那你呢 我 我这看什么都想买 那你就是吹牛范的呗 怎么着 哪边 这边吧 走 行 走吧 快看 快看 怎么样 怎么样 不错 挺好看 你也该换换形象了 专栏作家也算职业妇女 甭整天捆袍大袖了 这多精彩 多好看 那不舒服吗 你觉得怎么样 还行 你具体点呗 这事怎么具体啊 还行 真的 行啊 真行 我说 你怎么也不试着 就买这么一堆啊 有什么好事的啊 不合适就送人呗 外外不错啊 聪明有才华 我不喜欢淑女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好看哪 别动 好 你这好像有点毛 自己弄一下 不喜欢熟的 不喜欢熟的 你吃生的 妈 妈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晚了早吧 晚这么多菜啊 吃什么样玩啊 银烧肉 捷铃露的 按他妈妈给的 多吃点啊 吃这玩意多长肉啊 再说人给这么多 你怎么不能要啊 不是 推不掉呀 妈妈必要给 没关系 那个我听可欣说 今天晚上冲儿也要来 来 你先回去吧 那 我找一下托米 你打个电话不行吗 你非要去 阿姨 承心什么回来啊 我快饿死了 来 麻婆豆腐 要不 要不就不等了 你们先吃 那哪儿去啊 是啊 是 我 都是有里有面的人 人不齐不能冲快 真有礼貌 回这儿 妈 饭做好了没 早就做好了 怎么这么晚就回来嘛 来来来 快来快来快来 行行行行 我们就要等你了 等我干嘛呀 你们俩吃啊 来 听说有人第八十四次分手 又已失败告终了 加油加油啊 不到一百次 绝对不要分 这是谁啊 说话那么笋啊 淘米是吧 最近忙着画哪大明星呢 不会火火呗 人家组甘纳红地毯 忙着给她睡妆呢 那大姐穿一什么你知道吗 穿一木南依似的裙子 你说怎么画去 又得美还得验 等着瞧吧各位 每验的木南依 那马上就会横空出世了 行啊 都画上胃火火了 能透露多少银子吗 也就五位数吧 五位数 加上小数点后面那两位 去你的 那你每回都请我吃俩驴火 真口 下次去广州给你带两驴包 什么叫驴包啊 LV啊 来来来 快吃 对了 对了 先别说我啊 两位大侠 请问这一次是庆祝你们啊 分手失败 还是和好成功啊 行了 哪那么多废话呀 阿姨做的正宗穿菜 赶上吃吧你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我分享杯啊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谢谢我了 不谢不谢不谢 来 你们多吃点啊 一看就好吃 来 这个也好吃 阿姨 阿姨 太美味了 你怎么那么会做饭呢 好吃是吧 好吃你就多吃一点 我看你这个娃娃呀 也挺好的 就是 你为什么不留福子呢 麻 阿姨 你别看我没福子呀 我 我其他地方麻 我肯定没了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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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阿姨问问我 你给他看一下 来来来 快吃快吃 来 赶紧 快吃 我得八卦一下啊 请问二位 是为了什么分手 又是为了什么很好啊 这一次 管哪 分手的原因 就不说了 和好原因 房子呗 你们两位终于为了一次 惊天动地的事情 分手和好了呀 不容易呀 在北京这地方啊 确实是 别说他们了 为了一房子 儿子都能不认老子 对了 房子怎么着呢 本来是打算 把房子卖了就分手 但后来一打听房价 我真舍不得 老爱呀 老爱 看看你 那小七八拉的 我要是你 我就把房子送给葛宜青了 是吧 亲爱的 是吧 亲爱的 你还是别是我了 阿姨 请进 这房子呢 我们暂时不卖 你们就踏踏实实地住吧 不卖了 太好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你们 你们要是过几天 又要卖房子呢 妈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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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 铁定是我们将来的婚房了 还是我妹好了 还没男朋友吧 着急了 不是说十年以后吗 我总得为自己 垫量垫量吧 你垫量什么呀 你想惦记谁呀 对呀 我 合计什么呀 惦记谁呀 你能惦记谁呀 我就是我 我吃饭 快吃快吃 这个好 这个鱼 多吃点 好 你怎么又不高兴了 嗯 嗯什么嗯啊 不高兴就告诉我们 你没什么不高兴了 就是觉得 有点找不着方向 寄居在别人家里 一个月一千多块钱 我也找不到什么方向 您一天都五位数了 还找不着方向呢 找不着 数字啊 它毕竟只是个数字 尽管我过去几年 一直想找这个方向 这个东西 从我自己贴钱 给人当小工 到现在一天正午的位数 我还是没找到 方向这个东西 所以我认定 方向跟你住哪儿 赚多少钱 没有多大关系 那跟什么没有关系啊 爱 你找不着爱的人 谁啊 人世间最悲惨的事情啊 还发生在我身上 你爱的人他就在你身边 你不能让他知道 他也不知道 你说 不是你 我知道 就在你身边 谁啊 不会是沈荣萱吗 呸 呸 我说你可我也不会那么重 妹啊 听哥一句话 别使劲找什么方向了啊 埋着头 大步地往前走 该干吗干吗 也许有那么一天 还是你一抬头 喝啊 你看 这不就方向嘛 就在你眼前 万事大击 不找了 埋头 大步往前走 别闹了 怎么了 没闹了 吃饱啊 你别闹 你来 坐 我有正经话要跟你说 说呗 你一天到晚都盼什么呢 爱情啊 什么是爱情 私心裂肺 门打滚 这就是你的爱情 你不就吃这套吗 葛一青 葛一青 虽然咱俩那天晚上 又那什么了 但是 不代表我跟你和好了 我下集 Crime 我上山 我说 不回头